为了让即将毕业的国三生有美好的回忆 水里国中日前于校内举办西瓜杯路跑赛 从水里民族桥上铭枪后出发 沿路不但可以观赏美丽的水里溪 也让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有个美好的回忆 我们在国中会考结束后 举办一连串的三人级毕业生的运动西瓜杯的活动 那今天的车程的路跑活动 我们已经举办第五年了 那主要是希望同学靠着体育路跑的活动 能够增进健康认识乡土 沿路水里溪浮光非常明媚的风光 带领我们同学跑过这一段艰辛的路程 也挑战自己的毅力 带来人生愿意接受挑战 就能够成功这样的一个人生体验 而总长近六公里的路跑 让学生生在其中 学生们感谢校方的用心 让他们在求学阶段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因为国三来 学校办这个活动 国三聚在一起就跑到车程再回来 那因为这次融合第一名我很开心 我感谢校长以及各位老师 帮我们学校办这个活动 先元宵志全感谢校方的用心 不但达到推广运动的效果 也让学生在国中生涯有一个完美的据点 水里国中我们在校长及家长会的支持下 特别给我们毕业生的同学们 今天特别在学校慢跑 到我们水里的后花园车程村 那边来做来回六公里的一个慢跑 同时也能够让他们了解地方的整个景色 期待他们毕业以后 能够常常回家的时候 能够对这段记忆有一个回忆 让他们对水里国中这个母校 有更多的怀念跟感恩 路跑是近年来风靡全台的运动 而水里国中办理路跑赛 不但能够推广运动 也让学生相当的开心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